让我一瞅瞅打个推的人 我又说 时间都短大 我就是 就推的样子 打个推的人还是给他 哎妈呀 大爷你是真牛逼啊 你这胳膊是不想要了吧 你也不瞅瞅 你推的是谁 推的可是咱是回大妈 我生怕大妈一生气 把你小胳膊给你弄断了 这大爷是真没眼色劲啊 在这跟大妈装犊子 我怕等会你出门 都得爬得出去 但是不得不说 这老头子还是有点东西的 别看老头才五十来岁 但是婚都离三次了 那性格是嘎嘎任性嘎嘎抱 这次相亲碰见大妈 那俩人是全程高能的在干账 一点时间都没浪费 大家一定要看完 今天来相亲的是刘大爷五十一岁 月收入四千元 离过三次婚 哎 大姐在里头 这嗓门就出来了 哎呀你好姐 来走吧咱先进去吧 今天太漂亮了啊 王大妈就不用介绍了吧 人狠话不多 是会我王大妈 大妈可是个干脆人 上来直接就植入主题 今天五十一 我也五十一 大爷你脸红什么 竟在这演戏呢 就你那感情精烈 妥妥的都可以出本 教人怎么结婚的书了 今天实战咋就这么不在状态呢 那大妈 大大咧咧的性格可看不上你啊 哎呦 几天没见大妈 大妈也学会学学这一套了 还会看面相呢 你也就最多看见这老头 一头的抬头闻了 毕竟老话说人不可貌笑 光看外表谁能想到这老头离婚三次呢 我离婚二十年了 那你离婚以后再婚了吗 再找一个 找一个 不喜欢就走了 大爷你也不老实啊 咱就实话实说不就行了 还非得在这掩饰呢 人家都说越描越黑 真当大妈是傻子呢 相亲前所有的档案信息 可都让对方看过了 大妈可不惯着你啊 妈你这人咋不说实话 你老哥的一点实话 懵了吧 还想着瞒过去呢 咱实话实说就行了呗 就咱大妈这暴脾气 再骗大妈指不定 你就出不了这个门了 你说就二十多年 那你说你找几个就找几个呗 那这玩意有啥呢 你瞅瞅让大爷下的 大妈这气势直接就让大爷给整年吧了 赶紧就装孙子求饶 姐姐我招我全招 虽然我结婚三次 但是都没过太长时间 大爷这时候也是抱着侥幸的心力 想瞒天过海 但是大妈可不会放过你 赶紧如实招来 到底因为啥三次都离婚了 那啥爷爷呢 我还呢 我还跟女儿人走了 我跟每个家时候女儿人掉了 那你当初你俩呢 那你也能发现他要走还是 我跟他说是 你提起来的 你提起来的 刚刚说结婚没了 挺好的第二爷 没了 挺好的 好奇嘛 反正没有 结婚六号爷 刚才有的 缺的严 狗的狗的 第三年他就走下个路了 我就有点反感人的 这里有咋听咋不对劲 你这绿帽子都戴得高高的了 还在这轻描淡写呢 那时候还不赶紧过去 揍那对狗男女啊 大妈也不是傻子 这老头子肯定又骗人 说这一个不行 两个不行 那第三个不行吗 这玩意是不是 里边还是有原因的 那也不能都怨女的呀 那你第三个的话就啥 第三个人才不可能说 就是还是那事吧 大爷你也别装啥 大尾巴狼了 行 第二人给你戴绿帽子 你俩离得婚 那第三人 怎么不可能还是戴绿帽子吧 你好好说说 到底是因为啥 第三人 真出去骂我 跟我妈过一回头 这么跟你走的 大爷你也是牛逼哄哄的 吵架怎么了 夫妻之间肯定会有吵架的 就因为吵架就离婚了 你可真是个愣头青啊 但是大爷说了 你们别以为就吵架 那老婆子脾气火爆 吵架吵不过 我直接就动手 好家伙 你说你的事就说你的事 咋还动手推咱大妈呢 你也不看看 坐你旁边的试水 那可是社会大姐啊 你看见大妈的眼神没有 无形中带着一点杀气 在东北对视一眼指不定就打起来了 你这还直接动手了 我已经感觉到了空气中的紧张 大爷你悠着点 指不定你站着进屋的 等会要缺胳膊少腿的躺着出去 但是大妈一想 这是来相亲的多多少少 还是要给点面子的 但是不得不说 这老头够牛逼 就现在这世道 找个女人回去结婚都谢天谢地了 你倒可好直接抄啊完成 咋找的对象呢 大爷把密集分享出来吧 你们都咋认识的呀 都是别人 大伙认人啊 我亲叔婶给我介绍的呢 这个 大伙都听见没有 这可是小秘语啊 第一就是网恋 第二就是亲戚介绍 以后没事多去亲戚家里走动走动 指不定能遇上个情投意合的呢 但是大妈可感觉到不对劲了 这第二任第三任都明白了 咋就不说第一任呢 第一任得有原因点 第一任 就没谈好老爷 就没谈好老爷 要谈好老爷 没来就不能离婚 那那因为啥老人 老人都好也不行啊 是你的老人不行啊 他的老人不行啊 他的老爷 他都好老爷 他都不愿你了 不愿你了过呀 这是 给我的财战呢 结婚的时候 就从我们家的孩子 他妈就说的话 说有事你不用得贺 你看生的孩子跟他离婚 我到现在活不到啥原因 我也没能说啥原因 那当初别结婚都好 对啊 大爷你也别瞎编了 我来替你编 自己前丈夫娘是半仙 算出自己闺女有一截 必须跟你结婚生孩子 才能度过此劫 所以你俩才离得婚 你看这个借口合适不合适 我算是看出来了 这老头嘴里一点实话都没有 还不清楚为啥跟你离婚 你肯定门清 三任妻子跟你离婚 绝对你的问题居多 要不然也不会全部离你而去 还把自己的责任推脱完 王八听了都摇头 这到底是啥问题 大妈也迷糊了 为啥三个都离婚了 那肯定有点问题 但是大妈也是不好意思 毕竟是来相亲的 不是来问伤心往是刺激人的 这时候就体现到我们红娘的功能了 你不好意思问 我来帮你问 了解多少时间你能结婚 几乎都未了解 都是别人介绍的 然后就朝才能结婚了 就一人一个多月 往我们来结婚了 第二个也就是 一日半个多月 往这一边接着通别 接着往这一人去 往这地上 没人几下 我们来一个起来 哎呦我去 我算是看明白了 大爷你这是急不择死啊 见个相亲对象都能看上 在一起没多长时间就结婚了 你这是压根连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啊 人家结婚都是要感情稳固 你这是感觉能成就结婚 活该你被弱 也活该你离婚三次 听完大爷的解释 那可让大妈气得火冒三丈 你对一女人负责了吗 就他这样事情能对女人负责吗 你就从他说这话 他根本就对女人 他也不能负责 不是我说 这老头就是不行 人家婚姻都是大事 到老头这婚姻就是做实验 能成了就在一起 不能成就离婚 妥妥的那婚姻当儿戏 一点责任感都没有 就你这态度 我感觉节目播出后 哪个老太太都看不上你了 你后半生就孤零零的吧 再多言语也表达 不出来大妈的怒气 那和大妈没文化 一句我操行天下 只能对大爷说声佩服 你这老头不简单 三七四七完的欢 一个不行下一个 总有一个陪身边 大爷妥妥的 就是广撒王广府捞 捞到哪儿是哪儿 而且一点也不挑 大哥你这么简单 我挺配合你 那一般人就是说 年轻小孩我都不能打了 说能能能能 能长得三四个户 真的 哎呀妈我离婚这么多年了 我二十多年了 我一个户也没长两个户 大妈你别笑 你也现在就在补鱼网里 就看你上不上岸了 大妈也就说了 想让我上岸也可以 就看看你有没有本事了 你看那这人也不实在呀 这女人能跟她过吗 比如说是咱们 八个都得跑的 你以为说 就是你正在四天来过家 三天来过家 你啥也不干了 你就直接退休金 因为你要再成家的时候 你能承担起这个家吗 我是条件啥呢 我想找一个有固定单位的 我就是固定单位的 就是说的 你就是说的 每个月 工资你得达到五千块钱以上 我还得在长处要楼呢 那没达到 走了 老头也是蛮子进上来了 达不到你的要求 说走就走 一点面子都不给大妈留啊 老头你是真狠 达不到要求转头就走 是不是你前三段婚姻 都是这样的 啥都得按照你的来 一言不合就走 一言不合就离婚 真没看出来 你长得不大脾气还怪的 你要知道你旁边坐的水 你脾气大 咱大妈脾气不比你还大 就这拍拍屁股就走的举动 直接就让大妈搞生气了 你在当时是买楼早的 你买不起说买不起的 别说 别说你起来就走 你给谁看呢 你给我看呢 这孩子们说我也没想中你 你还起来走了 我们一前再走就不做了 大妈你可不能走 这可是你的房子 你走了老头 要霸占你的房子呢 但毕竟我们是一俩人 成功为目的的 红娘在旁边对老头 是左劝右劝 走也可以 起码要对别人尊重点啊 其实红娘怕老头 再耍小孩子脾气 就社会大姐那出 指不定就让我们 出不去这个屋子 终于在红娘百般讲解下 这老头才算开窍 你好好跟那个说 我们出机告诉我 达到那今天说到这儿 我已经不载人了 我们就说走吧 你也跟着那个解释 你这样子的思想 我们就可能都想吃 那能够吗 那你就是 你说这有理方的事啊 对不对 咱们有点退问性的吗 你说给他花一下 比如说给大姐的一份 大姐的一份 他咋子啊 你这啥意思啊 你这磕着谁啊 那你错了呗 你说呢 错了没 你是不是错了 是不是还是给我骗子的事吗 不是给我骗子的 不是啊 你一遍再说一声啊 是不是啊 走吧 老头算你还有点眼色劲 咱老爷们对了就是对了 错了就是错了 挨打要站好 错了要道歉 我骑通了 对 谁在对起啊 真的 但是你知道他没理解 但是真的 没骑通了 我就走了 大爷道歉 可不是上嘴唇 碰下嘴唇的 你是不知道刚才把大妈气得够像 就大妈那脾气不拿着刀出来跟你说话都不错了 现在大妈就是压着脾气跟你说话呢 这离婚二十多年了 好不容易想找个老伴相亲 这刚见面就给我耍脸色看 是老头飘了 还是我拿不动刀了 你说说的都是伴中的了是不是啊 你说这都说伴中的夫妻难往一起走是不是啊 那我都半百了五十岁了 那我能不提这些要求吗 你说我单身那么二十多年了 我必须得有我的要求啊 你提的要求没毛病啊 关键我太激动了 太有毛病了 行在这里我要说一句 大妈你这有点过分了 现在你们找老伴的目的是共度余生 可不是为了房子为了钱 你们要是年轻一点 这还情有可原 但是现在还要房子要钱的就十分不合理 自己前半生咋不拼搏拼搏买个房子呢 到老了想找个老伴要房子了 你们这就给年轻人树立的坏榜样 要是都像你们这样 以后年轻姑娘趁着年轻就是完 就是不存钱 等到老了就找个有房子的老头 那你们想的挺美啊 有房子的老头是吧 你们家祖坟了吗 别的要求可以提 毕竟是两个人商量的 但是不能拿着自己马上 吐埋脖子的身体去谈房子 那老爷们都欠你们的啊 真心疼我们男人 你可悠着点吧大妈 小心以后没人给你处对象了 我不去能处 我不告诉你 我说了我不去能处 也不能处 我知道你们这个地方 但是我不可能去 我就是 我呢就是说 必须就得去长春 别的地方我都不能去 行 再上路吧 大家伙也不用想了 这俩人肯定为相亲成功的 咱们搬好 凳子来捋一捋 这俩人是从坐下来就开始争锋相对 大爷拍拍屁股就走这件事 是真做错了 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对方留 但是大姐要房子要钱 这件事情也是无可厚非了 反正这俩人也没有啥对错之分 各自都有对错 希望俩人能找到自己心中的另一半吧 本期视频宣布相亲失败 好了 我是爱解说相亲的猪猪 我们下期再见